欢迎收看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 英国前首相萨切尔夫人在这个星期因为中风而去世 因其坚毅不屈不挠的个性被西方在冷战时期的对手称之为铁娘子的萨切尔夫人 为什么当初和里根总统一同致力于推倒玻璃墙却没有大力地反对中共 那么香港回归萨切尔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有何遗憾呢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的时间里 我们就来谈一谈天娘子的遗产和遗憾 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 今天呢在新泽西州通过skype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何清莲女士 何女士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好嘉宾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 海涛坐在我身边在我们的演播室参与今天讨论 同时呢如果您有什么看法或者有问题的话呢 请您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国际长途电话 400 120 051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海涛呢其实铁娘子萨吉尔夫人在英国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我们看了一下最近在这个报章上 英国的这个报章 这个看在了关于这个民众对于铁娘子的这个反去世以后的这个反应 是居极端的 尤其是他在这个英国这个国内的经济政策方面 这个铁腕政策呢 在英国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而且他当时的这种重市场经济 这样反对国有化 支持私有化这样一个经济 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欧美的这个经济 当前面临这个财政窘境的这个情况下 还有非常深远的这样一个现实的意义 今天呢 不过我们这个话题呢 暂时不要 不会把它放在这个 它在经济政策方面的 这个当时所采取的 留下这样一个遗产的问题 我们要谈到的是另外两方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铁娘子这个称谓其实是这个 前苏联 前苏联的这个党报叫红星报 当时灌给他的这样一个称谓 你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称谓的这个来由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各种报道来看呢 就是在80年代上世纪 80年代初呢 当时还有冷战时期啊 就是苏联还没有这个解体 那么80年代初 大概是82年这么个时间呢 就苏联呢 当时有个红星报 就是他们不是军队的 就是党报 然后党报是真理报 红星报应该是军队的报纸 他就说 首先把这个萨吉尔说 他是一个贴娘子 那么萨吉尔听了这番话以后呢 他也感到和他的性格 和他的观点挺符合的 所以他也没有拒绝 以后这个称呼就叫下来了 所以说呢 实际上这个铁娘子呢 也是当时这个西方的这个阵营呢 和当时的苏联这个东欧集团的阵营当中 一种角力的一种结果 那么后来呢 在中国人用这个铁娘子来称呼萨吉尔呢 他是用于说是铁娘子呢 1984年到中国和中国讨论这个香港问题的时候 当时中国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鲁平 后来是港澳办主任 鲁平呢 说是因为英国和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 就是福克兰群岛打了一仗 英国打胜了 所以英国是带着这个家子的这个胜利 所以他叫做铁娘子 实际上这个一开始的春宫不是这么来的 好 谢谢海涛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铁娘子的这个来由呢 那么何女士呢 我们就从冷战时期这段历史来谈起 我们知道前几天我们在看到这个铁娘子刚去世的时候 在美国的这个电视新闻里边也谈到了说 萨切尔夫人当时和当时的这个美国的总统里根呢 实际上是肩并肩呢 这个是推动这个苏共集团这个倒台 然后呢等于说这个当时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这个柏林墙的倒台 除了里根总统的这个冷战时期的这种推动冷战结束 这个功绩之外呢 萨切尔夫人在其中也是坚力不移的和美国人站在一起的 我倒有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当时萨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呢 站在一起这么坚决的反对这个苏共还有这个东欧集团 但是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 却没有采取那么强硬的这种手段或者是态度 我想先回到第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里根总统和这个萨切尔夫人 建立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呢是基于两点 第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理念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都反极权反共产主义 这两点呢 结合这个八十年代的政治形势来看呢 确实是当务之急 那么就是由于有这两点 所以两个人呢无论是在这个国内的经济政策 还有国际事务上反极权的合作上都是做到非常配合 那么为什么这个萨切尔包括里根夫人当时没有反中国 而是知反苏联集权啊 我觉得这里有当时的历史因素 我们大家都知道1972年 尼克松访华以后啊 这个毛泽东呢和这个尼克松窝手 导致这个共产主义世界发生一次非常大的变化 以前呢共产主义世界其实里面呢是分了两个阵云 一个呢就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在那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的比较文明经济比较发达的一部分 而且历史上呢佛多佛少受过一点那个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亚非拉一些落后国家 亚洲呢就是东南亚一些地方 毛泽东在那边呢利用当地的华人呢 建立了很多这种什么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秘密组织 要推翻当地的政权或者和当地就是本国的政权的作对 非洲呢大家都知道 那很多独裁者呢当时都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随身呢携带这个毛泽东著作 这一点呢中国也不和人 到现在还津津落到 拉丁美洲也有一些毛泽东的好学生 比如查伟斯他们这些人都是读过毛泽东著作的 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 这两个阵云毛泽东显单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主义 就是亚非拉国家的这些国家的世界领袖 苏联呢重点也不放在这里 那么就是从毛泽东和尼克松窝首以后 这些国家呢的领袖都对中国呢产生了怀疑 也有意见 其中呢意见最大的就是这个金日成和这个毛泽东 他多次表达过这种不满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跟当时的中国的内政有关系 中国当时呢跟数年呢唱对台戏 打了珍宝岛战雨 国内又出现了林彪事件 毛泽东呢当时正是苦于找不到出路 所以尼克松呢派出基辛格来这里来和中国接触了 毛泽东立刻就张开怀抱设计热情的拥抱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西方国家呢主要是想孤立苏联 然后就是年终自出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在他们看来当时这个 谁呢毛泽东领导的这个亚非拉国家这些比较落后 对英美的也不构成挑战 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以后这个东西呢就延续到邓小平改革开放 当时呢就是很多人习惯的说冷战结束了 冷战结束了那么就共产主义这个敌人没有了 那么和这个中国就是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 是的 我想这个就下期等一会有机会我们再见吧 好的好的 刚和女士谈得非常的详细这一段历史 我记得我在看这个中国的官媒呢 关于这个萨小夫人去世了以后的这个评论的这个报道 引述了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智库的人士 谈到了一点说的是 中国人认为其中有一点就是谈到 萨小夫人其实当时没有反对中国 是把反倒是把中国纳入到这个国际体系当中来 为中国在过后的这几十年的这个经济发展 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外部的环境 海盗你谈一下你对这方面的这个看法 你看这回这个萨小夫人去世之后呢 中国有各种媒体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外交部发言洪磊的反应 洪磊说呢就是说他对这个撒切尔做出相当正面的评价 他说撒切尔在这个中英谈判当中香港问题当中 发挥了很重要很关键的作用 就是他给撒切尔他一句话的评价给撒切尔很 那么其他的你不管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好是互联网的评论也好 大多是脱不了这个洪磊这个框架的 就是中国对这个撒切尔基本的评价是正面的 那么说到这个为什么正面 因为他无论如何不管撒切尔在这个中英谈判中 他是多么强硬的态度 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获胜了 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说等于中方认为是英国方面 配合了中方的这个态度 造成了香港在1997年的顺利回归 那么谈到这一点呢 我们就接下来就把话题转移到这个中英 关于这个香港回归的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呢 近期来在报道这个撒切尔夫人去世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一再地把有一个画面放出来 就是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之前的这个台阶上摔倒 摔了一跤 何女士您谈一下为什么 这个画面对这个中国的媒体来说 有这么大的兴趣 中国人呢 其实老是喜欢用一点这种精神胜利法 来贬低对手 然后呢就是取得形式上的一种满足 内容上呢 还没反而放在其次 所以呢 撒切尔呢 因心情不太好 摔了一跤 就被中国渲染成了 好像中国一次外交 上的巨大胜利 其实当时呢 因为中英谈判这个事情吧 我是大概在这个88年以后到深圳和香港那边呢 有很多接触 也是了解一些情况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是英国呢 正好是殖民体系在全世界呢 都已经相继瓦解 那么中国香港已经算是最后一部分了 在这个情况下呢 按照条约 应该是99年以后 规范中国 当然这个99年规范中国呢 主要是指新建 但是邓小平呢 就明确了 赶岛本身 还有这个九龙 都归属于这一企业 那么事实上呢 香港呢 也后来是这三块呢 都成为一个整体啊 不是再分开的啊 这一点 那么就是香港人的态度呢 其实当时呢 就是我讲的不是中国官方 和这个香港的地下党 就是香港的那个文化界呢 包括当时兵临中山城吧 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态度 第一呢 就是感应统治才有了香港 如果没有感应统治呢 就没有香港 因为当初呢 拿去的是一个小渔村 防徽来的是一个 号称东方民族的大都市 所以呢 对这个殖民统治的评价 可能不应该像这个 共产党这种传统的评价 这一点呢 共产党也避开了 第二点呢 当时呢 其实香港呢 也比较来说呢 就是下层并不反对 上层呢 早就是跟共产党的 尤其是三界啊 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呢 也不反对 所以剩下的这个文化界吧 应该说呢 是四孤里当 他们呢 有心里希望能够不回归 比如还让香港 还托管给英国啊 但他们知道这一点做不到 所以几乎没有表面上的 那个反对势力 大家只是希望呢 再讨论一条 香港怎么样维持这种 感应统治时候的 跌局不变 所以邓小平呢 实际上当时呢 有一条 就是他很聪明的说 我们就把这个重点 换在97年以后 怎么办 他只要把这个问题 解决了 一切问题呢 就迎刃而解 至于其他的东西呢 这些噱头呢 我觉得 就是中国媒体 尤其是那个 外交部故意炒作 比如邓小平 号称什么 干铁公司啦 撒切 号称铁联制 但是西方的铁联制 碰上咱们中国的 干铁公司 这一下就 淹了吧 当时就是这个态度 其实这不是 实质性的问题 那个撒切 当时就是 要开始的 他谈判的时候 是西方呢 提出了这个想法 就是西方海上 感应呢 继续管一段 意思是有一段 平稳过渡期 过渡期呢 就是因为他说 香港的繁荣 离不开 英国的那个帮助 那么邓小平 反对的就是这一条 因为撒切而讲的 也就是担心 过渡以后 就是交接以后 香港经济不繁荣 或者是发生什么问题 邓小平抓的就是这一条 所以后来呢 就反复讨论 提出了一个 五十年不变 还有当时概括成 什么舞躁跳 马躁跑 还有什么 就是香港的一切都不变 所以呢 就是稳定了 香港的这个人心 为什么稳定香港人心呢 当时是这样 参与谈判的人 基本上年龄都在这个 四十五岁 五十岁以上 那么如果定了一个 五十年不变 他们显得哪怕是 十几年不变 他们都已经退休了 到时候呢 就他们也不用操心这个事 所以当时我记得 香港中文大学 一个教授跟我说 他这个五十年不变 实在是太英明了 他让这个 那个五十年以后变 他说现在十几岁的人 根本就不懂事 也没有权力发言 但三十岁的人觉得 那也很遥远 他参与谈判的觉得 那时候我们已经都退休了 退出一十五台了 好的 他说实际上我们很清楚 不可能是五十年不变 然后因为我跟他谈这一番话是 九七年十月 那时候飞回来只有七个月 实际上我们已经感觉到变化了 先请您谈到这里 不好意思 非常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 因为我们线上有几个 这个听众观众朋友 我们来很快听一下 他们的这个看法 沈西敏先生 请简短发言 问您好 是这样的 你好 是这样的 我认为这个 且娘子留给总员的一探是 一探是香港 但是香港是对中国征服来说 或者是中华民徒来说 好像是残怨了 但是对 真正的对香港 这个民众来说 不仅仅是好事 现在也能看到 已经把这个 大陆的这个复派 已经带到香港了 因为这权力 有些事情 虽然那个大罪头封 那个凤凰媒体 不太说中国的事 但是来说是 也不可能看出一件事 好的 敏先生谈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谢谢您 敏先生打断您了 山东孔先生 请简短发言 你好大家好 上世纪 40年代 民主势力 结束了 希特勒得一日 的势力 上世纪 80年代呢 这些个民主人士 结束了 十月革命 萨切尔夫人 在结束共产国际的 关键时期 与里根 哥巴超夫等人 功夫可没 我的问题是 中共面临灭亡 这是最后一家了 可是英美 目前的确没有了 萨切尔夫人 这样的领袖 好的 谢谢您 山东孔先生 刚才 陕西门先生提到一个 相当有意思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这个香港后来回归 给中国了以后呢 也可以说这个萨切尔的遗产 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留下的遗产 不管是留下遗产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所谓这个遗憾 不管是萨切尔的遗憾 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的遗憾 我们谈这样一点 我们最近看到一篇报道 就谈到南华早报香港的 最大英文报纸 搞了这样一份民调 当然这个民调 这个科学性有多强 但多多少少显示出 这样一个民众的态度 就一半以上这个人呢 表示愿意 想要回到这个 以前这个港名之下这样一个 这让人就觉得 非常的不安的 这样一个现状 海涛你谈一下 你也知道 我们大家 特别是你 我们都对大家 对香港 基本上有 算是比较深入的了解了 那么据我的观察 在香港问题上呢 当时那个萨切尔和邓小平呢 他们都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香港保持它的制度不变 特别是法律 和一切的行政架构不对 但是行政当局 要由香港的华人来主导 那么法律架构呢 还沿用英国的那一套法律 但是实际实行到当中 实行到这么多年来 就今天到现在 这么多年来呢 它那个法律架构呢 出现了很多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实行英国的法律呢 就逐渐和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法律 就出现了砥柱 出现了砥柱 谁来解释呢 中国就把这个最高的解释的法律 就拿到中国人大常委会去了 那么中国人大常委会 在这一年 对一些法律事实解释呢 就和香港的一些法律界人士 特别香港的一些居民 就发生了矛盾冲突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就认为就是 香港特别在法律制度上 已经逐渐的这个大陆化 那通过在经济上的融合 更多的大陆人 可以到香港制产啦 等等等等 还有好多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这个港澳办也好 就是国务院的这个 有关香港问题的这个部门也好 他们对香港呢 逐渐实行了越来越这个 近距离的这个管制 在这种情况下呢 说是你是香港50年不变也好 100年不变也好 但是很多的香港的这个居民 特别是文化界人士 特别是被大陆 孔庆东他们骂为是英国的走狗 这一批人士呢 他们就觉得 在这个这一二十年当中呢 不仅是变了 而且变得是很大 好我们再来听 湖北郭先生电话 郭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我也你好 请讲 这个政治是吧 那么多年了 也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说不上 他英国 法车尔夫人跟里根 他们想着的错误 毫无疑问 东欧都是离美业很近的 是吧 中国离他软 再加上他不可能同时 两大集团一起反对 那时候苏联也气焰顺天 是吧 现在你看我们中国大陆的民众 跟香港的民众 毫无疑问 事实上 你不能拿几十二十年前的 他们行政绝策 我们现在暴乱他们 但是我们现在大陆的 香港的普通民众 当然是有点 追悔他 过去没有把 大陆的共产党一起给他搬倒掉 是吧 这个是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是历史的显著 没有什么 好说的 这三岁小孩子都了解的东西 没有 OK 好 谢谢湖北的郭先生 谈到他的这个看法 何女士 有这么一个问题 有不少的意见人士 谈到这么一点 说香港其实在回国之前 英国人并没有给他们 什么所谓这个民主制度 当然他们有法制 英国的法制 那么为什么香港回归了以后 你就谈要给香港人民主了 你谈一下您的看法 实际上当时呢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说是华人圈内呢 是新加坡 是有民主无自由 就是有形式上的选举啊 那么香港呢 是有自由无民主 然后呢 台湾呢 是有自由有民主 但是呢 民主有缺陷 只有大陆呢 是既无自由又无民主 我觉得呢 这个说法呢 盖国倒是比较到位 但是有一条 感应统治呢 确实它实行的是 它那套殖民制度 但是香港人呢 在这个感应统治下 从来没有要求过民主 这一点呢 你只要去看一条就知道了 中国从这个49年前 知道大陆必然要解放的时候 所谓就是被共产党 接管以后 派了大量的人 去这个香港 然后呢 就是作为地下党 我们现在知道 这些地下党的很多人 都承认自己的身份了 比如最有名的就是金瑶如 他写了一个他的60年 还有李子送 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共产党 在这个香港的地下党势力 当时呢 就是感应政府来说 老实说 他要面对各种各样 非常复杂的局面 国民党的势力 尤其是越来越强大的 共产党地下势力 还有就是这个 香港的一些经济发展 还有和周边其他国家的一些 那个构建次序 这些都是香港 感应政府要考虑的 所以这些年来的感应政府 应该说把香港 已经治理得很不错了 香港本地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满意 至于要民主呢 当时呢我知道 香港呢 是像那个李祝民他们 是希望呢 在这个感应政府来交接 以前把这个制度来实行好 但是问题是根本就没有可能 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是 看得非常严格 看得非常严格呢 你知道香港只能做一件什么事吗 因为还多年来 有很多财政节约 他们就把这个钱来投资建了 就是香港科技大学 那个地方 那个校园你们可能没去看过 我去看过 简直就不像一个大学 太豪华了 就把那个钱来投资建造的人 那么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和其他大学跟来的比 实在是太简标了 这一点呢 就是他们不想把这些钱 留给共产党党 让共产党随便浮发 还是照顾于香港 他们但是就做了这一件事 至于建立民主制度 不是香港感应政府 想不想做 而是根本没有可能做 至少是在这个70年代开始 就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可能了 那么可以说 算不算是一个遗憾 那么最后 大概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我想请凯涛你来谈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有些报道 说这个田娘子 在东亚有一些粉丝 这个郑姐 包括这个日本的安倍晋三 还有这个韩国的 首位女总统朴景慧 甚至还有这个金家的第三任 这个领导人这个金正恩 你给大家介绍 我不知道是不是金正恩 这个就是他这个是一种 自然的一种 还主动的 还是一种被动的 现在有人说是金正恩 在这个这次这个朝核事件 能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 就是从那个撒起来的 要在政治上要强硬 否则的话 你的政治对手不会尊重你 他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是有点这个 有点学这个撒起来的样子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你看最近一两天 朝鲜这个局势大变 朝鲜开始宣传的民生 宣传经济 宣传领袖和人民之间 这种互相的关系 完全和打仗 已经这个丰满牛不相及了 那么其他二位呢 何女士大概还有 大概半分钟时间 您来谈一下您的看法 说法呢有点不对 要学呢 我觉得还是学铁梁子的政治理念 和经济理念 因为这两点呢 确实是非常有远见的 像英国这些民众工人 失业者埋怨他 但是他们没想到一条 如果不是撒起来 当时实行了这种 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 搞私有化 还有就是和公团主义做斗争 那么英国可能会在欧盟 陷入危机的前十年 他就泥足深陷 欧盟的今天 就是没有铁梁子的 英国的那个前景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一方面我是挺佩服 这个撒起来夫人 好的谢谢何女士 不好意思非得要打断您了 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今天这个实际大家谈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何清莲女士 还有海涛来到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 听众的参与 讨论中呢 这个各位发表都是个人的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和VOA卫视 此外呢 也欢迎您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收看时事大家谈的最新 以及过往的视频 我们的网址是